誰掌握換語權 誰定天下次大局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謙秋論 我是賴岳謙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 他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談到了中美的關係 他說中美的關係 不能夠用新冷戰 或是用過去的冷戰來解釋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中國對於美國 現在的威脅 遠比前蘇聯時代還要更嚴重 所以中國是美國歷史以來 最威脅最大的敵人 他的態度表達得很明顯 換言之也就是說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前蘇聯的集團 他其實跟美國沒有直接的作戰 也沒有直接的衝突 但是美國把他視為最大的威脅者 把他視為國家安全最大的敵人 所以他馬上就炮製了一個 所謂的價值同盟體系 也就是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的 地緣政治的鬥爭 把他自己說成是一套資本主義陣營 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 兩個陣營之間的對抗 那在這個對抗的過程中 當然又加了所謂的民主政治 跟所謂的集權專制之間的 兩個陣營的對抗 這個就是他在污蔑 他在指責前蘇聯時期的時候 他們所慣用的手法 也就是二分法制造敵人 然後把整個世界切割成為兩大部分 如果跟前蘇聯保持好關係的 都是美國人的敵人 美國都要對他實施制裁 所以他就用這樣的一個辦法 來迫使世界分成兩大集團 那既然分成兩大集團 可是由於前蘇聯又擁有核武 所以又不能夠進行熱戰 因為一個熱戰就會造成 整個世界的毀滅 當然美國跟前蘇聯 也都不能幸免於難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熱戰打不起 核戰打不起 所以就衍生出一套所謂的冷戰 那在這個冷戰的過程中 彼此之間的軍事跟安全的較量 從來沒有間斷 軍事的競爭 武器的競爭 也從來沒有停止 那這樣一個過程中 經過三十年 前蘇聯時代瓦解了 蘇聯崩解了俄羅斯興起 美國很快的就發現 俄羅斯是不是還是繼承了前蘇聯 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呢 這是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零年 美國一直在評估的 到了一九九五年左右 經過三四年的一個情報政治 軍事經濟等全方位的收集分析以後 確定了俄羅斯已經衰敗了 俄羅斯衰敗了不能夠成為一號的人物 不能夠成為一級的體系 美國呈現出一超多強的單級體系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對於美國人來說 另外一個威脅者是誰 那當然就是在於遠東的中國了 還有一個就是在於美國過去的盟友 也就是歐盟 因為在當時歐盟的主要的領導者 是法國 法國的密特朗總統 就結合了德國的總理科爾 他們想組建自己歐盟的軍隊 也就是歐洲兵團 他們想組建先打造一支五萬人的 快速應急部隊 先有五萬人出發 慢慢的再擴充成為歐洲的軍團 這樣的話 他們就可以擺脫對於美國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依賴 因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雖然是在北大西洋 但基本上來講是美國所領導 美國所支配 美國所掌控的一個軍事的工具 而對於歐盟來說的話 有了經濟上的貿易自由化的一體化 有了金融的一體化 他們最主要的一定要在政治 跟軍事安全上的一體化 軍事的一體化 就必須要有歐洲自己的軍隊 就是歐盟軍團 對於美國人來講 這就是他的潛在的威脅 必須要把這個歐洲軍團打掉 所以我們就看到南斯拉夫的內戰 就是美國這樣子炮製出來的 南斯拉夫的內戰 美國炮製出來 就凸顯了歐洲兵團的不堪用 不足以信賴 所以使歐洲的國家 就遠離了歐洲的軍團 更導向美國所主導的 這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這個就是當時美國 先除掉它內部的隱患 也就是很有可能會自立三頭 獨立門戶的歐盟 這樣的一個隱患 在這個歐盟裡面放的一個棄子 那就是英國 英國這個棄子被打進去以後 英國對於歐盟本身的 加速的一體化 進行了干擾破壞 跟情報傳達的功能 美國用這樣的一個 英國作為棋子 美國用南斯拉夫 作為一個導火線 就把歐盟就裂解了 所以歐盟從成立以來 那我們看到剛開始 如火如土的展開 到最後發現了所謂的這個 無法解決歐洲自己內部 軍事安全的問題的時候 歐盟的領導力開始瓦解 歐盟現在的情況是 城市不足敗事是有餘的 那美國就操控這個 北大西洋工業組織 支配了整個歐洲這個世界 接著他開始要面對的 就是怎麼孤立中國了 要怎麼孤立中國 這是從克林頓時代就開始了 怎麼說呢 孤立中國當然就是切斷 歐亞大陸的連結 切斷歐亞大陸的連結 那當然就是要破壞 中國跟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因為中國所謂的 要連中治惡的這個戰略 中國失去了他的戰略的功能 也就是失去了可利用性 失去了可利用性 在這個時候反過頭來看的 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很有成效 從1978年1979年 一直到1990年 十年間中國的經濟發展快速 而且是像火箭一般的快速 那如果按照這樣的一個態勢 一直走下去的話 這個對於未來 美國要支配維持 永久的領導地位 會構成潛在的威脅的敵人 只要他是潛在性的敵人 那當然就必須要打壓 在這個情形下怎麼打壓呢 怎麼切斷中國 跟周邊國家的聯繫呢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先找大國下手 那大國那當然就是俄羅斯了 俄羅斯的衰敗 俄羅斯的混亂 俄羅斯的內部裡面的肌肉不振 所以促成了俄羅斯跟歐盟之間 跟北約之間 那麼形成了大的吸引力 所以在這個時候 美國他就邀請俄羅斯加入G7 組成所謂的G8 然後又邀請俄羅斯 說你可以加入北大西洋工業組織 這個都是在科倫殿總統時代所進行的 那麼也就是藉由這個部分裡面 把俄羅斯吸引進入北約 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那就把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 就切斷了 然後又吸引俄國本身 在G7的團體中 那這樣的話又把中國孤立了 這個就是美國當時的一個魔法 中國當然看得很清楚 等到歐巴馬上來了以後 他就加速進行圍堵中國的一個戰略了 加速進行圍堵中國的戰略 那就是把包圍圈開始縮小了 這個包圍圈的縮小 當然很明顯的 就是從亞太再平衡戰略開始 先從經濟方面組建ATT 就是要把 先從經濟方面著手組建TPP 那就是要把中國大陸 整個在經濟方面 跟周邊的國家都孤立起來 這個就是所謂的經濟圍堵 經濟孤立中國 第二個手段 那就是在軍事上 那麼孤立中國 所以就挑起跟中國周邊 所有有矛盾的國家去煽動他們 那麼來去跟中國大陸搶奪土地 原本太平的局勢 就呈現出不穩定的一個情況 先在日本海 先在北方有跟韓國的蘇顏礁 在東方有跟日本的釣魚島 在南方有南海的問題 然後挑動馬來西亞 然後還有菲律賓 越南印尼等相關的國家 然後再挑動跟印度之間的 矛盾的領土的邊界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那麼美國就在軍事上 藉由這個領土主權的矛盾 擴大他的矛盾 來打造他的軍事同盟 用這個方法縮小包圍圈 這個情形很明顯的 就是要把中國徹底 完全孤立了 讓中國連幾個同盟都沒有 前蘇聯時代還有所謂 社會主義的大陣營 但是在美國 從克林頓一直到歐巴馬 就是要把中國說得更加的小 這樣的一個情況 中國2013年開始推出一帶一路 一方面是要突破歐盟跟美國 準備要對中國的鋼實施反傾銷的調查 要打擊中國東北的這個工業基礎 所以中國必須要找出一條路來 那麼中國必須要突破美國在海上 路上對中國的封鎖 因此2013年 中國強化跟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接著我們看到一帶一路 開始鋪出來了 這一帶一路一鋪出來了以後 剛開始歐美的國家 特別是美國掉以輕心 他們認為一帶一路 是不可能成功的 全世界在自古以來 人類的歷史中 沒有一個國家 可以單獨的片面的完成 貫穿歐亞大陸 甚至貫穿到歐亞非到拉丁美洲 等的海上絲綢之路 跟路上絲綢之路 他們認為這個基礎建設 是做不到的 外交做不到 居死建設的能力做不到 經濟園區做不到 經濟工業生產力做不到 資金根本不可能到 所以他們認為這是 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所以他們掉以輕心 他們善笑他們嘲笑 他們不把它當做一回事 愚公愚三啊 一步一腳印啊 一寸一寸一國一國的溝通 協調聯絡然後任督二脈 也就是交通的命脈 空中的路上的海上的 海上的就是港口的建設 路上的那就是高鐵 高速公路跟關卡的建設 空中的就是機場的一個建設 在這樣的一個 山管齊下的情形下 中國憑藉的 獨步全球的基礎建設能量 中國把一帶一路 一步一步的打開了 打開到了今天 我們看到一帶一路的成果 開始回收了 因為這一帶一路的門戶的打開 使中國本身的貿易經濟夥伴 跟影響力是更加的巨大 在這個情形下我們看到 美國駐華大使跟駐日本大使 他們所說的話就代表 美國最深層的態度 表達得很明白了 伯恩斯也就是駐華的大使 美國駐華的大使 他說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國 而且遠超過前蘇聯 因為中國不只是在於軍事跟安全方面 是美國最大的敵人 也就是說在美國當時認為前蘇聯 蘇聯只是他軍事安全最大的敵人 而中國是除了軍事安全是最大的敵人以外 然後在一帶一路所急之處 中國的影響力遍布全球 所以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影響中 在外交政治上也是美國最大的敵人 接著在經濟領域的發展中 中國是全世界的最大的生產製造國 中國的生產製造能力佔全世界 百分之三十三甚至到百分之四十 美國跟G7的國家的總和的 工業生產製造力不給於中國 美國也約略只是中國的二分之一 所以美國的工業生產製造能量 只有中國的二分之一多一點點 如果加上其他的六國 也還不到一個中國 更何況在高技術這個部分裡面 中國的能力是越來越強大 獨立自主的能力是越來越強大 對於世界各國尤其是新興科技的產業 中國的競爭力卻遠遠高於歐美的國家 不管是在電動車 不管是在於風力的發電 不管是在於太陽能板 甚至目前被卡脖子的半導體 在成熟製程這個部分 中國也支配了全世界百分之四十 更何況還有稀土等各種礦產的提煉技術 那都是獨步全球的 那麼航空工業也好 高鐵也好造船也好 軍艦的建造能力也好 大型郵輪也好 LNG船也好 中國在前方面的工業製造能量 是十分巨大的 所以博恩斯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者 是頭好的敵人 美國駐日本的大使伊曼紐 他也是非常的露骨表明了 中國就是美國最大的敵人 所以美國就必須要讓中國活不下去 因此博恩斯的思考裡面 就是要卡住中國人的胃 因為他認為中國的糧食不能自給自主 所以只要卡住中國人的胃 讓中國人胃不保他的十四億的人民 他的人民就會造亂就會作亂 國家就會亂掉 這個國家就會土崩瓦解 所以他認為應該要從糧食方面來下手 讓中國人填不保十四億人的胃 第二個他認為中國的能源 是不夠滿足自己需求的 所以只要在能源的運輸線上切斷 使中國沒有辦法獲得足夠的能源的時候 中國的工業生產製造力還有中國的這些商業 那麼就會土崩瓦解 所以他主張是要從能源從糧食這個部分 要把中國打趴讓中國活不下去 這樣的一個態度其實都擺得很明白 就是要置中國於死地 伊曼紐是如此博恩斯也是如此 其實博恩斯講的另外一套更明白的話就是 我們過去十年也就是這十年以來 我們已經全方位的在打壓中國了 我們從歐巴馬時代的亞太再平衡 我們就在打壓中國 到特朗普的發動這種經濟貿易戰 就是要打趴中國 現在拜登在聯合他的盟友 也就是歐洲跟日本的 還有韓國等這些盟友 那麼也就是要在科技戰打趴中國 在軍事方面要挑釁中國 而且要發動起各種可能的代理人戰爭 例如說能不能煽動韓國跟中國的作戰 煽動日本跟中國 菲律賓越南印度等跟中國的作戰 這個就是目前來講 博恩斯他的一個看法跟他的見解 他的看法跟見解是他們兩位自己想出來的嗎 不 事實上是在蘇利文上台的時候 那麼他就已經提到了 拜登總統指示他 要制定一個全方位的 遏制中國發展的戰略 他說決戰點是在十年以後 所以這十年內就是要讓中國活不下去 要把中國打趴 那因此他要團結可團結的所有的力量 要孤立中國 要讓中國活不下去 在科技上破產 在經濟上破產 然後在軍事上要打趴你 所以他在全方位的各部分裡面 現在要加上餓死你 再加上讓你的能源不足等各方面 要讓你根本就活不下去 中國從來不想 也不願意跟美國為敵 但是現在已經由不得你不想跟不願了 因為美國這幾屆政府以來 已經擺明了 我就是把你當敵人 美國已經大啦啦的告訴你 你就是我的最大的威脅者 你就是我最大的敵人 我必須要把你處置了後快 已經擺明這個態度 如果還有人心存幻想 這很不切實際 如果還有人認為美國是一個朋友 他沒有要這樣對我們 這些人是故意裝睡的人 因為美國的所有的政客 不管美國參眾兩驗 不管他是共和黨或是民主黨 他們一直不停地一直在製造各種法案 各種法案的幾乎全部都是在打壓中國 高科技能夠打壓多少算多少 即使聯準會已經告訴美國政府說 你從開始限制中國的產品進入美國 美國已經損失了一千多億美元 美國的企業已經苦不堪言 因為美國的企業的生產供應鏈 被切斷以後 他很多的時候找不到替代來源 而中國是一個供應者 一旦美國的市場消失以後 他立刻去尋找別的供應者 尋找別的需求 而他活下來了 更何況中國因為很清楚地知道 美國的打壓 所以中國的企業 他們本身提高了他們的生產製造力 提高了他們的研發能力 他們對美國科學技術的依賴 跟需求越來越下降 所以你的打壓只造成 中國的企業更加的壯大 而美國的企業更加的衰敗 美國的企業就像白白損失 一千兩百億美元的真金白銀 而中國大陸卻沒有受到多大的影響 因為中國大陸經過調整之後 他們不但活下來 而且活得比以前更壯大 他們反過來跟美國的企業 形成強大的競爭 聯準會雖然這麼說 但是很明顯的 美國的政府 美國的政客 不管是民主黨共和黨 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把中國打趴 面對美國這樣做 還可以心存幻想嗎 還可以說美國沒有要打趴我們 錯 美國的政客他永遠都在告訴你 我沒有要把你壓制下來 我只是要尋求公平的競爭 光棉堂皇的一堆話 一直給你灌輸給你洗腦 然後去迷惑這些所謂的工資 自認為自己是公正人士 自認為自己是公正人士 其實都是被利用的一顆棋子 這些人對於自己的祖國沒有信心 對於自己的祖國瞧不起 對於自己的祖國沒有愛 他們卻偽裝成為他們是愛國人士 他們本身不斷地在跟美國的思想 他們在高度的唱和 他們不敢在中國大陸自殘 他們把他們的資產移到海外去 可是他們人卻跑到中國來賺錢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他所要心向往之的國家裡面 他的生存不易 他的競爭力不易 所以他就回來他的祖國 那麼在這個地方裡面賺錢 然後再想辦法把錢拿到外面去 我們看到了這些人是多數嗎 不是少數 但是他們卻是部分的精英 但是問題就在於 中國廣大的人是愛國的 中國廣大的企業家是有競爭力的 是強大的 這些人他們清清楚楚的知道 他們的國家他們的企業的處境 所以他們傾身起來 跟歐美的國家來對抗 我們看到有華為有比亞迪 有很多的企業 他們幾乎都要擺脫美國的技術 所謂的消A計畫 這些企業就是有骨氣的企業 這些企業才是會長久有未來的企業 依靠美國技術 依靠美國零料件 所組構組聘城的這些企業 他沒有長遠的未來 因為他永遠卡在美國人手中 而有自主知識產權 有自己擺脫美國技術依賴的 這些他們本身經過艱難困苦 他們站出來的 他們活下來了 他們只會更加的壯大 因為國家跟他們永遠是在一起的 好 所以當美國這樣的一個 要打趴中國的時候 中國必須要傾身 而且要直接告訴你 你今天把我當敵人 我就是你最可怕的敵人 我覺得不需要再跟美國 那麼去說我沒有要跟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要改變一些態度了 我就是針對你 我的科技戰就是針對你 我對於你美國剽竊我中國的科技 中國的智慧財產權 我就是要攻擊你 我對於你的黑客 要攻擊我中國的網路 你的藍瓶的做法 你傷害了全世界的國家安全 我中國就要請身跟你對抗 我們在奧林匹克運動會裡面 你對於中國的傷害 我們中國要請身跟你對抗 四年後在你美國本土 舉辦奧運我們要嚴加戒備 我們要不斷的公佈我們所測試的結果 我們要協助其他的國家的人 免於被美國他們在各方面來去干擾破壞 例如說他們的水 他們的這些食物到底可不可使用 他們的這些電器用品 中國自己都要帶過去 因為美國的這些做法 已經要告訴全世界 因為美國的這些做法 他基本上來講已經污染了奧林匹克的精神 所以中國要維護奧林匹克的乾淨 因此要把自己的所有的偵測儀器 都要帶到美國去 這是四年內中國的科學家工程師 所要努力做的一件事情 另外中國在軍事上要擺明的 我就是準備跟你對抗 所以在經濟上在科技上 在外交上在軍事上 在國家安全上都要擺明 我就是跟你對抗 你今天把我當成你的最大的敵人 我中國也就是把你當成 你是我的最大的敵人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客氣的了 美國對中國從來沒有客氣 從來不講顏色 而中國如果在這個時候 還說我不想與你為敵 我想跟你做朋友 我不想怎麼樣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做法 是不對的 是不正確的 因為人家擺明了 就是把你當敵人 你怎麼還要去討好他呢 不需要 針鋒相對才是唯一的好辦法 這個就好像當中國 在一百米的游泳的時候 盤展的碾壓了美國 碾壓了澳大利亞 在四成一百的游泳接力賽中 中國碾壓了美國以後 美國要在抹黑栽贓中國 只會自討屈辱 在這個時候 中國應該要要求 第二名的美國 跟第三名的法國 應該要立刻接受要檢 因為他們的成績不應該還那麼好 中國應該是遙遙領先的 所以中國應該對他們要求 要實施要檢 要比照中國來辦理 這個才是一個 我們應該有的基本的態度 人來辦理當敵人 你不能把對方當朋友 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的一個 做人做事的應有的態度 好 我們今天就談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